数个时辰后 李云霄等人直接出现在红月城上空 一眼望去 整个大地上没有任何城池的痕迹 土地直接裸露在前 到处坑坑洼洼 残败不堪 成了一派死寂之相 上百道极深的裂缝植入地底 也看不到尽头 只有一片树亩大的地面 被修整成了平地 上面被布置成了固定传送通道 李云霄和维钦都是私下望去 昔日繁华之地被移平 就连片瓦残砖都看不到 有种金兮河兮的感觉 三座偌大的空中城池 就悬浮在那裂缝四周 组成简单的阵势 并且城池上布置了大量厉害的阵法 将不时从裂缝当中 飞出来的普通魔物击杀 想起当日繁华 清风明月楼上把酒狂歌 不由闻者湖杯 见者神伤 李云霄脸色微微暗淡下来 心中陡然升起一阵 凄凉萧瑟之感 顿时无言 多愁善感 可不是一个领袖 该具有的气质 唯卿 看着静默原处的李云霄 忍不住地讥讽起来 李云霄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多嘴可不是一个命长的人 该有的习惯 唯卿反击道 那你一定活不太长 小红眉头一挑 目光一扫二人 冰冷地说道 你们就这么有闲吗 不走的话 我就一个人去了 三个人这才化作流光 往那三座空中城池飞去 刚一到达 立即有人从城内出来接应 在认证了身份后 急忙将三人接引进去 很快 坐镇此地的负责人出现了 李云霄一见之下 不由得恶然起来 可为大人 镇守这三座空中城池的负责人 竟然是宁可为 宁可云和华商 三人各管一座城池 相守相望 宁可为苦笑了一声 抱拳道 云少 唯卿大人 唯卿 面色平淡 没有任何表情 这时微微点头示意 许久不见 辛苦了 宁可为叹息道 应该的 一句话中包含多少无奈 非动精结束之人 无法体会其中一二 李云霄亦是心中一动 待摩羯之后 我便助大人重建红月城 宁可为身躯微颤 似乎被触动了 宁可云也是露出喜色 由李云霄帮忙的话 重建红月城 再不是梦想 但是宁可为 只是短暂的兴奋 随即便淡定了下来 平静地说道 没有永远的红月城了 宁可云惊道 爹 宁可为 打断他继续说下去 望着那无尽的荒芜 人有生有死 物亦是如此 门派也逃不脱规律 既然成没了 那也就让他去吧 李云霄心中黯然 不知道说什么好 华商说道 你们三人的来意 我已知晓 公主大人 可是在戒神碑内 李云霄点了点头 红颜在碑内修炼 毕竟魔戒的威压 他抵挡不住 所以尽可能地不让他出来 你们在这镇守 可有发现什么异常 华商摇了摇头 除了经常会飞出低阶的魔物外 基本上没有其他状况 而且以三座城池为镇眼 部下的大镇将所有魔戒都封住了 含有泄露出来的 李云霄道 如此便好 那打开大镇吧 华商等人 立即归位自己的城池 很快 上空便有肉眼可见的阵光浮动 往四面八方退去 李云霄摇摇抱拳 大声说道 告辞 三人便同时化作一道流光 冲入那裂缝内 迎面而来的便是强大的魔器 压向三人 短暂的不适后 三人立即适应了下来 毕竟都修炼过魔工 而且有魔戒借力索宁的霓虹石为守护 很快就适应了其内环境 但这里还并不是真正的魔戒 只是被魔器侵染了的地老天荒 李云霄的心头有些压抑 阴沉着脸 探明方位后 就沿着那魔器涌出的方向而去 维青和小红也是一时无言 静静地跟在李云霄身后 不断地调整内息 让自己适应周围环境 以便应对待会儿的入戒 终于走到了地老天荒内的裂缝处 真正的魔戒裂缝口 一条长达千丈的裂纹 好似伤口一般 横跟在天空上 李云霄只是看了一眼 便纵身而起直飞而去 维青和小红对望了一眼 立即紧随其后 隔出一段距离来 毕竟第一次入魔戒 都免不了有些紧张 李云霄刚落地 便感觉有股无形的力量推来 挤压一触 似乎要将它碾压出去一般 他忙运转魔攻 不退反进地迎着那股力量 任其穿透自己的身躯 他知道这便是戒力 如果强行运转魔攻抗衡的话 对自己的伤害只会更大 唯有与戒力的频率调和成一致 方可完全适应下来 维青和小红刚踏入进来 也感受到同样的问题 即便有霓虹时护体 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调和 突然李云霄双眸当中 爆射出金芒 直盯着前方弥漫的魔器 双手飞速掐绝结印 往那一团漆黑内拍了过去 怎么回事 维青和小红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掌力直接击穿黑暗 仿佛拍在什么东西上面 砰 爆炸之下黑暗之中传来一道魔君的惨叫声 随后便看到几只十方凶魂煞 从黑暗当中挤了出来 全都目光猙獰的盯着李云霄几人 正是刚死的魔君体内分裂出来的 维青惊道 有魔君偷袭 李云霄面色有些凝重起来 裂凤入口处竟然会有魔君 可见魔族对这道裂凤也是格外看重 甚至派了人过来镇守 那么魔君极有可能不止一个 维青两人脸色大变 但很快就恢复淡定 维青冷冷地说道 但我们完全适应了魔界环境 只要不是魔尊出现便无所畏惧 李云霄点了点头 说了极是 只是没有时间等你适应了 前方魔气涌动 伴随着大量的微压而来 各种古怪的魔物在前方聚集 很快便是密密麻麻越来越多 这些魔物在之前的红月城之战中 都曾经见过 此刻见到都并不陌生 只是微微有些讶异 李云霄顿时发现了这一点 宁神说道 这是上次红月城之战时 留下来的魔族力量 可见那几大魔尊并没有放弃这个裂凤 迟早会再从这里进攻天舞界 维青惊道 这可是一个大发现啊 既然看出来他们的行动走向 那么此地的防守力量必须加强 李云霄点了点头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先把这些垃圾打扫掉吧 话音落下 他便双手一抓 漫天雷电就在掌心闪烁开 其中紫光灼灼 那些魔物一见到这威势 顿时吓得往后退缩 兄弟的目光警惕地锁定这几人 但不过刹那 李云霄便放下手中绝印 漫天雷光虚于消散 陈神说道 有些麻烦了 子雷在这里受压制的厉害 不仅消耗的神异力是数倍之多 甚至威能也被魔界的戒力给压制住了 围青冷冷地说道 既然是魔界 自然要用魔功了 他抬起手来 啪地打了一个响指 一蹴冰煞心艳 就在其指尖浮现 李云霄眼里露出惊异之色 你竟然掌握得如此之快 围青冷笑道 你这是讥讽还是夸赞 他屈指一谈 那朵冰煞心艳 顿时被压缩成了一点明火 吃的一声化作利剑 击射而去 一只兽鹤的脑袋瞬间被击穿 同时那明火一下爆炸开来 将那兽鹤降解成无数魔煞 周围不少魔物都受到波及 惨叫声连连 围青剑一招奏效不由的大喜 直接往前冲了过去 李云霄梦哼了一下 单手掐绝 三十六柄北天寒心剑就飞了出来 在长空上悬绕飞舞 这些剑上都覆盖有新燕之火 随着剑气而呼呼作响 李云霄双指点出 上百道剑芽随即破空积蓄 万千剑雨落下 纷纷插在那些魔物身上 大量的魔煞随着呱呱之声随即诞生 小红也冲入了魔物内厮杀起来 不过她看上去出手较为柔和 并没有华丽的杀招 只是普通的拳掌 但每一下击出都要取一条性命 魔物虽多 但在三人的杀戮下哪里挡得住 很快就成崩溃的态势往后退去 但刚退没多远 所有魔物就一下停住了身躯 不敢再往前走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存在逼近 让他们瑟瑟颤抖起来 天舞界的人竟然敢闯入魔界 我没看错吧 在那黑暗当中 传来一道惊奇的呼声 这三人满身魔纹 即便是天舞界的人 也是魔宫修炼者 过来倒也不足为奇 另外一道声音悠然地说道 什么狗屁 以为修炼了魔宫 就能抗衡戒力吗 随即第三道声音也响了起来 仿佛在推理似的 说道能够抗衡戒力 必然要炼化一戒的宝贝 这三人身上莫不是有霓虹石 他一下就猜到了关键 霓虹石 黑暗之中又传来几声惊呼 毕竟霓虹石在魔界也是异常珍贵 魔君想要踏入魔尊的境界 就必须找到霓虹石淬炼身躯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魔君都拥有霓虹石 有的只是极少数 李云霄的目光凝视过去 穿透那黑暗的魔器 在上百退却的魔物后面 站立着一排的魔君 竟然有九人之多 而且全是二级魔君